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欢迎我们ETtoday新闻云的记者 林玉峰 你好 大家好 接下来欢迎宋哥 宋哥好 各位大家好 来 接下来欢迎我们廖惠英妈妈 你好 大家好 真的 有时候婆媳大战 但是想想其实两个人 两个女人爱的都是同一个男人 对不对 想想就算了 但是呢 很多事情小细节还是会心里会有一点过不去 对不对 不然婆媳哪有天生那么好的 对不对 哪有可能 这边就要来聊一下 宋哥 说你本来就是大咧咧的水瓶女 对 你常会搞不清楚状况在婆婆的面前 念老公 念她的儿子 念她的心肝宝贝 念她的独生子 因为我这样子讲给大家听听看好了 因为像比如说 有的时候婆婆煮完饭 那礼当就是做媳妇的想说 那帮妈妈洗个碗 那有的时候洗着洗着 小朋友又哭 我又想要顾小孩 我也想要就是当个好媳妇 那又看我老公吃完饭就是 直接躺在沙发上 就像个大爷一样 有时候我就会忍不住 我就说那个某某某 你躺在那边就像一只猪一样 你知道吗 你这时候妈妈好不容易已经都做完饭了 你不能来过来帮忙 看你是要带小孩还是要来帮忙洗碗吗 你当着婆婆的面这样子说老公 对啊 因为我想说婆婆跟我讲过 就是她会把我当女儿一样 那我也就是当她当我妈妈嘛 那我对妈妈讲话也就是这样 也就亲切了起来 对 就是觉得好亲切 那讲完呢 每一次讲完 我婆婆都会说 算了 算了 你让她睡啦 我来洗啦 那就好 那婆婆既然都说要洗 那就让婆婆洗 我请问一下 你是每一餐都是婆婆做吗 对 我们那时候同住的时候 每一餐都是婆婆做 所以还真没有婆婆不在的时候 就都在吗 基本上她都在 那婆婆做饭就是 你帮忙洗个完应该也还OK吧 那老公又躺在那边 我真的就关于这一点 我真的每一次旅逝不爽 只要一讲完 然后婆婆就好了 小孩我来带好了啦 好了好了 完了我来洗好了 然后久了好像就是 自己妈妈嘛 就习惯了 是喔 对啊 然后有时候念到后来 对啊 所以你讲话 有时候眉头眉尾的 也会常常修理老公 对 我就常常跟她讲说 拜托 你怎么会活到这么大 这个岁数了 你怎么还不知道说 要帮妈妈洗个完 帮老婆带个小孩什么之类的 亏你 我都真不知道 你到底是如何长这么大 亏你还是一个生意人这样子 一点脑袋都没有 就常常就是突然 蹦出这些话来 所以婆婆到目前为止 都还是压着压着 宋哥 说你的公婆 是非常传统的大家族 所以 是非常非常传统 所以就是逢年过节 是特别注重拜拜 那种拜拜的仪式 那种礼俗每一个步骤都是 一个不能够马虎的那种 以前我们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那就是在家里都是 妈妈会准备好 拜拜的所有东西 即使我们就是晚上 就是现在中部不是有那种 半夜要拜提供那一种 就是在清晨的时候 大家要拜拜 那以前我们就是 睡过头就睡过头 反正妈妈就是会自己去拜 我们做儿女的 也不用起来特别帮忙 可是做媳妇好像不太一样 有一次我婆婆在过年期间 她出国 那她就是直接跟我讲 因为我就是做大嫂做媳妇 她就跟我讲 你就长媳 你老公独生子 对 那她就发了一个 好长的一串讯息给我 她说那个妈妈 这一个礼拜都不在 因为过年期间是最忙的时候 每一天都要拜拜 她说你初一的时候 你要先准备那个 荤食跟素食要单数 然后各单数水果也要单数 然后香烧一半的时候 你就要再倒一次酒 然后倒完酒之后 等那一炷香再烧到一半的时候 你就要烧金 可是好奇怪 那一炷香的一半到底是 我是要喊红色的那一桶 香饺 要不要连香饺算上去 我不知道我还上网搜索 你知道吗 我想说先查清楚 而且那个酒刚刚已经倒满了 你现在再倒下去会不会溢出来 对 那问题是不溢出来 会不会对神明不尊敬呢 我整个人生好疑惑 那后来我就想说好吧 那就是都单数 但问题单数是 一三五 还是要九 还是要一 一会不会代表不虔诚 九会不会感觉比较澎湃 这样子 那我想说好吧 那我就跟妈妈讲说 妈 那那个 可不可以我们今年 要不然换个口味好了 那个搞不好神明他们想要吃 麦当劳啊 或者是肯德基之类的 我还跟我公公说 反正妈妈不在家 我就去那个素食店 就买一些什么家庭号啊 还是什么 就这样 对 大家都不用辛苦 不然拜拜这么多菜 光用买的都要跑好多地方 因为我还问了我两个小姑 没有人搞得懂 那所有的什么流程 因为太繁复了 光是精子好几样 我们根本也分不清楚 那我公公她就还好心提醒我 她说还是照妈妈讲的那样子 因为你妈妈有交代我说 等你准备好之后 我会把她拍照下来 发给她看 那我想说那惨了 那公公也很有修养 对 那我想说那惨了 那是否我就是真的 一定要一大早 就开始要准备那个 九样的素菜 然后呢 我准备好之后呢 我又准备了九样的荤食 然后 这么多 很多啊 还有水果 我还不包含水果 后来我想一想 如果这时候呢 因为神明第一次认识我 我自己第一次要就是 拜拜这一些东西嘛 掌席要请祖先吃饭 场面要摆出来 一定要摆出来 我后来又再多叫那个 反正应该就是各五样的那个 哦不对 我准备了七样的那个 麦当劳套餐 就反正一到七号 都给他点一遍就对了 一到七号都点 都点一遍 然后又带了什么全家餐 反正就一整桌 整个是满的 我到最后摆不下 我还跟管理师说 可不可以借我一张那种大桌子 又扛上来 反正所有的桌子都是满满满满 就变祖先自助餐了啦 对 真的 我跟妳家 我真的太有诚意了 然后后来是 我公公就我一直觉得 为什么她感觉面有难色 你知道吗 然后发给我婆婆看之后 我婆婆也都没有回 我还特别不是公公拍照 是我拍照传给婆婆说 妈妈那个神明跟祖先 我都已经安耐好了 你就开心去玩什么的 我婆婆都移毒不回 她人是不是在欧洲 在巴黎俩共这样 移毒不回真的好可怕 然后后来我就默默发现 以后只要是 有那种过年要出国的时候 我婆婆都会直接跟 就是因为家里是做旅游业 她都会跟客人说 这时候我们家很忙 没有办法出国 结果到后来才知道说 我公公私下跟她讲说 那个这一次准备的东西 我们已经吃到第二天 三餐 外加第二天那些东西 我们都吃不完 然后她就说 那个医学每一天 她都准备同样的东西 加热 然后吃不完再加热 就这样三餐 两天连续这样子 为什么 拜拜的东西 不是东西太多 要吃完 对 我不知道 我以为就是拜完就算了 我们拜拜完的东西 不可以丢掉了吗 没有啊 一定要吃完 好像要吃完才有保佑 待会儿来问老师 我们来 老师 拜拜 单数一三五七九 我掌席第一次请祖先吃饭 全部都九样 九样素果 九样素菜 九样荤菜 白猴母 这样是不是很有面子 可以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真的不需要 你吃不下的东西 要是你不喜欢吃东西 你又摆在那边 一直疼 不要说你自己 就是大家都吃得都很累 其实是拜一拜的东西 你可以分批慢慢吃 通常都会吃掉 因为都是我们自己 祖先比较 我们认为 我们自己喜欢吃 祖先也喜欢吃 所以这样子东西 我们才去拜 你拜一拜可以收起来 动起来 那就慢慢慢慢地吃 那如果说你拜那些东西是 你觉得你不喜欢吃 拜完就要丢掉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对祖先 比较不敬 所以说我们通常 拜拜东西是不丢掉的 它有一份敬意在 而且是说 我记得什么 阿公喜欢吃什么 阿嬷喜欢吃什么 这些都会摆上桌 不是随便摆的 拜祖先是这样子 我以为是要摆的整个 就是满满 然后全部都配 组合搭配起来 全都是单数这样子 就很厉害 老师是说满满的 你是往哪里听 你这掌心 你耳朵长难 你两个单数就变双数了 你如果四个单数 你也变成双数 所以这样也不行 一定就是荤食或者是素食 比如说它各9这样子 各9就18 29就18了 怎么那么难 再加水果单数就 39 27 27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 没有 没有一定说 拜拜的那个东西 一定要单数 是 你拜拜的香 要点单数 不是拜拜的东西 要单数 水果要单个 单个 整串的就是一串 那其他的就是单个 就是三个 五个 七个 都可以 是这样子的单数 香蕉四根也算一串 对 一串 它一直说 那那个东西来讲 全部的菜它不一定 它就是什么都要 两只油都要油这样子 那一锅饭 一锅汤这样子 所以把婆婆吓到以后 要拜拜的时候 她都不敢离开家里 吓到我后来知道 是我公公说 以后那个过年的时候 你若是在了好 不要让她在了黑白 你不这样讲起来 你这招不错 以后就把衣服也洗破啊 一劳永运啊 地拖到很滑 大家都摔倒 对 对不对 菜都煮糊 也是一个方法